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通 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 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互并共处无换原子的基础上 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根本应该导致战争 这个利根总统是中美建家以后 第一位美国的宰治总统在华方 说这是中美关系事实上的提前大使 我们对他的来帮表示热热的欢迎 常委会主持人员和国专门委员会的同志 到地方进行调查研究室 注意听取地方人大和人大代表的意见 招开了地方人大贯彻立法法工作会议 尽管我们两国的关系中间目前出现一些困难 一点波折 但是我完全相信这一种波折 这一种困难 在中美友好关系的历史的长河中间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假借民族搞旨在台独的公投 实际上是破坏世界公认的一个中国的原理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范围扩大到全国 开展外资银行以人民币增资试点 支持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 我今天特别想说的 大家知道经济发展有它内在的客观规律 也依赖客观条件 但是很需要很强的人的这种内在冲动 主观能动性 我们民营企业家一定要进一步弘扬 优秀企业家精神 坚定信心再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